做蝉与静坐是不是一样?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。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。 问,做蝉与静坐是不是一样? 邵云老和尚答,在广义来说,两者是一样的。 在宗门下来讲呢,就不一样的了。 静坐可以调和血气,坐蝉则把身心放下,只求揪明真理。 静坐便是不打妄想,若打妄想便不是静坐了,坐蝉便是看话头,若不看话头,就不明为坐蝉了。 看话头的作用有二,一者只希望面,二者揪明心性。 静坐是以前五时的作用来用功的,例如树膝关,不静关等,而坐蝉是以第六时的作用,产生绝躁的过程来用功的。 其实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分别的。 但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转发说明,假期见五时的服务。 视频会认识,转发转发转发载,转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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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